嗨大家好我是小曲 那接下來更新我們的最強隊長排名系列 那因為很多觀眾蠻喜歡這個系列的 所以我們今天剛好有空來更新一下 那這是2021年上半年的版本 那因為這個最強隊長的定義 在每個人心中可能不太一樣 有些人他可能很愛玩初音 那他的心目中第一名可能就是初音 那我這邊就是就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來評這個排名啦 好那截至今天1月31號為止 我們會把這個吃油算進去 那吃油後面的話我們就留到下半年再來評吧 那主要是讓一些回鍋玩家或者是新手啊 有一些對現在版本的強隊有一些概念啊 因為可能很多人會因為這個鬼滅之刃 然後回鍋啊什麼的 或者是新手因為鬼滅之刃而入塔什麼的 先讓他了解一下我們現在生態到底大概是怎麼樣 那首先第一個呢 我覺得T1隊長呢肯定是有我們的這個吃油的 那這是新年限定黑金啊 不過這張卡2月11號才出啦 不過不用出我覺得肯定也是很強的啦 那這個年度黑金呢都是算黑金裡面比較強的黑金卡 那看完他的技能之後大家應該也都覺得很強 那我覺得他的傷害部分解盾部分肯定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而且他又是一個軟限制的隊長 什麼隊員都可以放 那雖然說比較偏火屬性的神族隊啦 但是其實所有隊員所有種族都可以放 所以他什麼OP的隊員都可以塞進去 那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可能是回復力的問題吧 因為他回復的話就是要在他的直行下面停下來 就滿血 那就只有滿血而已 也不會溢補或什麼 也沒有像EVA有那個護盾 或是像巴力這樣有護盾這樣 也沒有所以我就覺得他的這個生存力的話 可能就沒有他的傷害 跟他的這個解盾能力來的亮眼齁 不過呢肯定是會在T1水準 T0水準的 我們這邊排名的話就是從T0到T4 那如果T4以後的話我就不講 因為這遊戲的話 這卡片出了8年齁 這個隊長太多了 要講的話呢絕對是講不完的齁 那我們先講完吃油之後齁 那我們來看這個其他的T0 現在版本最強隊長齁一線的 那首先第一個呢就是這個天原突破齁 那我講的是這個5卡啦 因為通常你有天原5卡的話 你不會去玩這個2卡3卡嘛 2卡4卡啦 因為5卡打起來進場就可以合體 比較輕鬆嘛 除非你想要挑戰就是其他隊伍通關 不然的話首選絕對是這個5卡 那這隊伍的話 除非這個官方刻意去抵擋他齁 比如說做這種 比如說水攻盾啊 或者是什麼種族盾啊這種的 這種我們就不討論啦 但是論機體強度 論他的傷害解盾生存能力來說 絕對是T0中的T0啦 這個隊伍到現在也已經應該有半年了吧 他還是穩居這個T0齁 因為我記得我去年 下半年齁 2020年下半年版本 他也是在我T0中的T0的一個位置齁 所以這一隻 不過這個可能就沒有復刻了 就現在加入可能就拿不到 挺可惜的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最保值的一張合作隊長啊 毫無疑問齁 目前為止啦 但是鬼滅還沒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持保留態度 那再來的話就是去年年底 合作這個EVA齁 這個新世紀福音戰士 這個也是非常的強齁 這個神族隊 等於是把這個神族隊整個帶起來齁 最強的神族隊長 當之無愧 之前的話是那種什麼 蘇因伊斯塔還有什麼希臘神 希臘神也不算神族隊嘛 但是之前要打那個碎神輪迴啊 就是要用那些隊長去打 會比較好打 但在EVA出來之後齁 基本上用定身式靈波靈啊 這些都是輕鬆打齁 所以就是 他現在只是當前版本的 我覺得T0隊長 然後通關的話也是首選 所以與其說這個是強度排名 更可以說是這個 最常見的隊長排名齁 因為越常見的隊長代表他越 越好用嘛 就是通關率越高 所以呢 EVA也是我心目中的T0隊長齁 這個變身 然後 基本上他們這個全合作配置 就可以通過很多關卡了 所以我覺得官方這個 EVA合作做得很棒齁 可以讓他就是該有的技能都有齁 就然後 呃 隊員一些小獎什麼的 都做得不錯齁 都讓之後都還有出場的機會 然後 真是呢 就算他自己不當隊長 他去當別的隊員也是超強 超級強齁 就變身啊 破拼圖啊 然後 延遲啊 什麼的齁 然後變身大板啊 然後還有這個 狂暴啊什麼的 喔這個 這個做得非常的還原 所以這個肯定是T0隊長 傷害也高 回復力 回復力 他有那個 絕對領域嘛 絕對領域 然後所以生存力也強 解鈍能力又強 所以這個隊伍 無可挑剔 嗯 那再來講一下自家版本系列好了啦 自家版本的話 目前獨立卡甲最強隊長 英格力齁 也是這一次歐妹斯 大家很多人想要首選的卡片 首選的隊長 也是非常建議回過玩家跟新手 可以去想辦法去拿到這張卡 不管是用自選啊 還是一抽入魂啊 什麼的 因為他本身的機體很強大 血量非常多 整版這些巨星 整版都是空擊珠 玩起來操作非常簡單 只要達成他的隊伍條件齁 放神族 魔族 欸就有這個 軌跡強化 對然後 有龍獸妖 欸其中兩種 就可以無視燃燒 無視黏斧 基本上就可以無視掉這個 遊戲大部分 會出現的盾了 所以這個機體非常強 而且本身主動技 也很實用 然後隊伍限制 雖然說 一定要神魔 就是各放一隻這樣子 然後顏色 顏色也要 有點像是 升級版的那個 光骨錫 不過 就是他給的東西太多了 就是你達成條件的話 給的東西太多了 就算你放的 不是說非常強的隊員 就像 你放的如果說 有些人很常帶真飾 當隊員嘛 那如果說你沒真飾 你隨便放個水神 至少你還是可以拿的到 軌跡強化啊 這樣子 也是可以解問號珠啊 鎖定珠什麼的 所以他本身機體給的夠強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T0的隊長齁 那再來的話是 兩張黑金卡齁 就是去年抵出的這個 巴力齁 巴力本身生存力夠 這個 傷害也很高 大家有玩過就知道了 傷害肯定是非常高的 而且 也是各種拔卡 很多人也是各種拔卡 然後 再來 這個 拉普拉斯算是 比巴力 早一點點出的黑金 不過 大家應該也很常看到 拉普拉斯兩卡通關 三卡通關 這就是可以足以證明 他的強度了吧 只是 我覺得 這張卡我比較沒那麼愛玩 因為他比較需要動腦 比較需要知道說 你這關 這一回合需要開什麼技能 但是 只要你有正確的腳本 基本上 法卡是非常輕鬆的事情 傷害也夠 生存力很高 80%減傷 我記得他有80%減傷 對啊 80%減傷 然後防禦型態 CD又短 攻擊型態傷害超級高 所以我覺得 這兩張模組齁 其實在現在版本齁 都算是T0的位置齁 T0的位置 那再來的話 我們講 T1頭齁 T1頭 還沒啊 少講了一張 究極X其實我覺得他也算是T0 不過我覺得他比較偏 T0的尾巴 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解盾能力呢 並沒有像前面的這些隊長 來的那麼強 解盾能力的話 我覺得可以再稍微加強一點 但是他本身強是強在 每回合可以開衣罐 這個武裝龍科嘛 然後可以開那個 衣罐來回血跟減CD 主要是強在這裡 但我本身覺得他解盾能力呢 並沒有到T0的水準 但是傷害啦 傷害跟生存能力 是有的 生存 一血也很多嘛 然後開衣罐可以每回合回血嘛 然後進場就可以 一回合過後就可以開龍科 然後本身的主動技也算實用 所以我覺得 他也算是T0啦 只是比較偏T0尾巴一點 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講T1的隊長齁 T1我分成T1頭跟T1尾 齁細分一下 那T1頭的話 我覺得是亞特蘭提斯 在這個特哥解 我覺得他算是解放 算最成功的一張黑金卡吧 齁那 他本身傷害有 有起來 而且條件也 沒有像之前那麼嚴苛 那種比較缺點就是要 需要消 手消鎖水扶石這個部分 比較麻煩啦 但是 整體來說他算是 就是牛棚非常大的一個隊長齁 這個水隊都可以放嘛 然後回血又非常強 靠消水珠回趴速這樣子 然後本身主動技也強 然後軟限制 就是 也就是說 不是軟限制啦 就是全水都可以放這樣子 然後本身主動技又變成雙技能 就是沒什麼好挑剔的齁 只是我比較少玩他啦 那不代表他不強 那再來 一線的話 我覺得他殷其都齁 其實殷其都在上半年 我是給到他T0 不過因為這 這一段時間出了一些 很噁心的隊長齁 就是前面這些T1的 T0的這些隊長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 比較退居到後面去齁 不過我覺得他 因為後面出了那個 鋁布合體齁 我覺得他也是有把他的整個 傷害再帶起來齁 不然 現在最近出的那個怪啊 血越來越多啊 他已經有點漸漸的撐不太住了齁 那現在因為那個 七大隊團長啊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 鋁布合體出來齁 我覺得他還是 還是能撐在T1齁 因為本身機體夠強 血量夠多 有減傷 然後本身主動技又夠強 所以還是可以在T1的位置 那七大隊團長也是齁 靠這個 鋁布合體 變成說他在 變身前呢 就沒這麼弱了 那變身後就不用講了嘛 這這卡片 變身之後跟鬼一樣 對 大家也知道齁 傷害基本上平坎 就是其他隊伍的 爆發了 然後又有這個全反擊可以擋死 變身之後就一定是強啦 只是他問題就是 這個變身前 但他現在變身前呢齁 有這個 有出這個新卡片 新隊員去 彌補他的傷害齁 然後再來的話 鐵扇跟牛魔王齁 然後再來鐵扇又要改強了嘛 今年 這個鐵扇昇華之後 又要再變更強了齁 那所以西浪 肯定是 穩坐這個T1的齁 那 不用靠新豬回血齁齁 靠消 神竹豬來回血 然後本身 全 全牛棚啊 因為他是軟限制嘛 希拉隊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真的要說缺點的話 就是這個天降太久啦 打關卡 會比較久一點 但是整體強度呢 是很夠的 那再來T1的話 我覺得還有潔弱齁 潔弱的話 也是洛克人版本的 大獎 那他這個隊伍的話 就是要 開技才會強啊 就沒開技的話 感覺傷害都在抓癢 這樣子 他本身的話 可以有很多技能嘛 然後隊伍技能 也有無視燃燒啊 這些的 無視黏斧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強度呢 我覺得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現在的隊伍啊 傷害要跟得上版本 就是你的傷害 就算他的潔盾能力 沒有其他隊伍強 但是他傷害跟得上 這個就是 呃 我覺得能活到現在的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就算你的隊伍結盾在牆 我假設 項羽好了 但是他的傷害 可能跟不上現在版本的怪 那我就覺得 就很難把他排在前面 的位置 那至少潔弱衛傷害是 跟得上的這樣子 好啦 以上的就是這個T1頭的 呃 五個隊長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我們講 T1尾巴的好了 T1尾巴我覺得有青龜 然後小西蒙 還有鋼煉跟項羽 那理由的話 呃青龜的話 主要是 其實他已經出很久了 但是因為最近有補了一些 牛族的 龍族的牛棚 所以像那個洪愛這種啊 再放進去啊 然後先不要說官方 刻意去阻擋他 什麼 第一回合 全部做下 這種的齁 那我本身覺得他的這個 技能啊 然後機體啊 傷害啊 其實都還算是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 而且以後龍族隊以後 越出越多嘛 所以 我覺得他現在還是有T1尾啦 那再來小西蒙 小西蒙 小西蒙傷害比較沒有 像這個 一開始出來這麼 就是這樣回天滅地 因為現在怪血量 變多了嘛 所以導致他看起來傷害就不是特別高這樣子 不過 本身的機體齁 他 點心珠來回血啊 這個 我覺得還是很強的 還是不錯的 而且他是可以放全機械組 所以放機械組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鋼鍊的話 其實傷害是很夠 但是本身血量真的太少 那現在 已經不只是說單純的無視減張了 現在還有那種 要持續好幾回合都要撐 撐過去的這種 我覺得 這個像智產啊這種的 我就覺得艾力克 艾力克兄弟齁 打這種越來越辛苦 打關卡打起來越來越辛苦 所以我覺得他 目前就是退到這個 T1尾 原本的話是把它 放在T0的嘛 然後再來的話有 项羽 项羽其實生存力 我覺得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主要是傷害的問題 平坎真的太低了 你要先把那個什麼 先把那個 那個 顧拉皮卡洗出來才有傷害 所以我覺得他 就是慢慢的不太行了 可能要被其他的黑金去取代了 然後再來 T2頭的位置齁 T2的頭 我自己覺得有 金恩 潘朵拉跟紅岸齁 那金恩的話 其實我覺得操控起來說真的 不是那麼好操控齁 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說 沒有前面這些隊長那麼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 有一樣的感覺 然後再來 潘朵拉也是齁 這個妖精隊的話齁 本來剛出來的時候算是 強擊一時 但是現在我是覺得 比較少人在玩 這幾個隊長 因為有其他更好的通關選擇 你就不會想要去用這個隊伍 除非官方出這個妖精 妖精成就 然後再來的話有紅愛 紅愛主要是 我覺得 玩起來打關卡卡 打太久了 他比較偏魔 我覺得 就是比較偏魔對一點 那就是不夠無腦 那夠無腦的話就可以 就可以往前擠 那不過他不夠無腦 所以他這邊只能到 T2的頭的位置 那再來齁 T2尾巴 大家很訝異 為什麼會看到秦始皇 那秦始皇 因為我上次好像給到他T3 那結果他這次變成T2了 主要是因為多了這個 很多很強的隊員 比如說像團長啊 其他隊團長 或者是像呂布 這種隊員 讓他本身齁 又可以這個 從後面 這應該算少數就是 我上一次這種影片 然後再提 結果 這個2021突然變T2 的隊長 所以我覺得他 而且他主要是他機體太強了 可以無視燃燒 什麼的 然後天降 攻擊珠 然後本身主動機體又強 本身機體就夠強 所以加上這個強的隊員 整個就是 起飛 好 那再來的話打格 打格的話 我覺得算受隊 算是強的隊長了 只是我覺得他玩起來真的太難玩了 他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要全消那個什麼 全消木 全消光啊 什麼的 我覺得傷害 是沒問題 但是玩起來真的太 太複雜了 操作不易 所以我覺得他才會到這個 T2尾巴 不然如果操作再簡單一點的話 肯定是可以到T1沒問題的 然後再來班 班也是就是 比較魔隊 比較偏魔隊 那打關卡打得慢 我覺得就 用其他隊長會更好 所以我才把他放在這個T2尾巴 而且我覺得這張卡也是非常需要動腦的 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開了很多技能 結果打出去傷害很低 那就是你開技能開的時機不對 然後再來還有像希臘 這邊的希臘就是指木希臘以外的希臘 我大概都把他放在T2尾巴的位置這樣子 然後像蘇茵伊斯塔 這個隊伍齁 就是主要被那個EVA搶走那個風采了 EVA出來之後根本就沒有人玩這隊伍了 所以就讓他下去吧 這蠻可惜的 出的時機不對啊 他如果再更早一點出的話 應該 可以讓大家玩更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再來大佐 大佐這邊的話 主要是庸子出來 讓他 有變強一點點 沒有庸子的時候 他 我就覺得他不太行 那 現在就是T2尾巴 然後蘭娜也是 拿來速刷比較方便 應該 你要存水的話 用亞特蘭提斯 我覺得會是更好的選擇 那蘭娜 孫策的話 主要就是他的牛棚 只有水人類 牛棚太小了 這個一般玩家 就算你有全牛棚好了 打起來也沒有其他 隊伍輕鬆 我主要是試消這種東西 比較難操控 像那種 數字盾這種就很難打 然後再來 艙碧影也是偏 魔隊一點 大家有發現 就是我會放在比較前面的 都是傷害非常 誇張的 那像這種 魔隊的雖然說 是可以通關 但是他可能都要打比較長的時間 這種就不是我 不是我愛的 不是我愛的隊伍 再來 諾索斯 諾索斯其實 在這一次 出來之後 像有鐵扇啊 放那個鐵扇跟槍哥合體啊 其實傷害就 有起來 有起來一些 而且他本身這個 這個 無視非常多的盾 無視燃燒啊 凍結啊 石化啊 還有什麼 火 火木千辛啊 無視中毒啊 其實他本身無視的東西蠻多的 加上這個隊員輔助 傷害撐上去其實就 就有 正常隊伍的水準了 那之前 被人家 靠北的是他的這個 傷害太低嘛 雖然 傷害太低 他能解的盾再多 也沒啥用嘛 那我本身其實是蠻喜歡這張卡的 像我上次用這張卡 配那個 槍哥合體去打石崩王 打得挺開心的 傷害也感覺不錯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看T3頭 來到T3頭囉 T3的話 有這個 木初音 木初音 這個血真的太少了 而且要暖機 這個比較吃虧 現在關卡喔 這個T1開始就給你高壓 血多 阿不然就是 第一關都給你1億多的小怪 阿不然就是給你這種傷害超級高 你是打不過去就GG了嘛 所以這邊就 這T3後面的 我覺得現在就比較少見了 然後像夏娃 夏娃本來想給他更低的 但是因為出了那個水夏娃 他的專武嘛 所以 算是還能勉強維持在T3頭的位置 阿 那像這種妖精隊 鑽石 翡翠這些阿 在出了金恩阿 出了潘朵拉之後 基本上沒有人再用這幾張隊長打了 所以就 下去了 基本上都拿來當隊員了啦 然後像 ORB這種也是平坎乏力阿 太 太 太低了 就是只能靠開技來造成傷害 這個就 比較沒用 沒用了 不過他已經 他其實也是已經 出來蠻久了啦 現在下去 我覺得也是 大概也是玩夠了吧 像蘇打擊 蘇打擊的話 主要也是配鐵、九牛 不過現在比較少人在玩這個隊伍 因為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像什麼 英格力阿 這種的 就比較少人會去用他 然後 再來T3頭 還有像這個 光暗炎阿 旅團團長阿 其實 像旅團團長 傷害其實也是很高 只是說 不過他的截盾能力我覺得比較差一點 然後 像這個夏侯蹲、曹操這些 其實傷害都不錯 但是就是 已經慢慢跟不上現在的版本了 然後再來他們的操作難度太高 就不好用 就也沒什麼在玩 然後再來 T3的尾巴的部分 這個瑪雅阿 這樣這種三消隊長 充滿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我個人非常討厭這種隊長 然後這樣 這個初音 水初音跟光初音 像 剛剛前面是放木初音 那主要是木初音傷害 比剛剛這兩個還要更高一點 那這個暖機時間又要更長了 你要疊行動值 然後再來你又要疊他的EXCOMBO 現在版本的話 沒什麼時間讓你去疊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 現在 他的這種 下面一排光的這種玩法 比較沒有這麼無腦 現在關卡都 越來越機車 沒辦法這樣無腦過 然後再來 這個翡翠剛剛講過了 跟鑽石一樣 都有其他更好的妖精隊長可以替代 那獸隊的話 獸隊以死有四燒子 這個真的 等官方還出一張 更強的獸隊隊長 不然獸隊真的死了 那像打葛那個 不說了 再來T3尾巴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傷害不足 這些都傷害不足 大家畫面上看到的都是時代的眼淚 不知道是哪個版本開始 那個血量突然三級跳 這是天原突破開始的吧 那個怪物血量突然三級跳 然後導致一些很多隊長都 下去裡面這樣 都沒什麼出場的機會 然後像愛莉亞也是 這也沒什麼在玩 那T4以後更可憐了 這些 你看像生鬥性星矢也是宏擊一矢 然後這個超人系列 這一隻其實它的玩法我是非常喜歡的 但是 也是傷害不足 不然它玩起來很好玩 然後像這個也是 前面有個ORB 擋著剛好同種族同屬性 那有一個更強的 誰要玩底加 然後像幽柱也是三圍怪物 但是 可惜倍率不足 也是下去的 這邊 這幾張隊長 看官方之後 有沒有想要去加強它 不過合作我覺得可能比較難 就會像那個什麼 仙劍啊 這些齁 就慢慢被大家遺忘掉 挺可惜的 我覺得 畢竟是 又擺出這種 大家那麼喜歡的 合作 聖鬥式星矢 這種 這個都下去了 那美姐這個就只能等解放了齁 現在 現在也不太適合 然後像妖精尾巴這兩個 其實他們 他們用的時間非常短齁 大概就只有那個 射雷夫夢魘的時候 欸 有用到 後面就比較少人在用這幾個隊伍 傷害已經很不足了 美好世界也是啊 美好世界 也不行啊 獵人也是齁 這幾個隊長齁 都是用不到的 現在版本都沒有人在用了 我現在版本比較常有人在用的話 頂多就是T2 T2 T2尾之前的 T2尾之前的隊長還有人在玩 這樣子 那T2尾巴後面的就沒人在玩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年2021年上半年 我的隊伍強度排名 嗯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分享你 自己心中的這個 隊伍排名齁 好那我們 再下次做的話 就是2021年下半年啦 然後 這個三月還會出鬼滅嘛 那到時候鬼滅出來齁 這個 隊伍排名可能又會有一個大變動了嘛 對不對 我相信鬼滅肯定是會 做很強的 那大家就一起期待吧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